女孩正要吃午餐却被两个熊孩子撞掉了面包 眼前这个普通的姑娘其实是超级富二代 她爹是中国拉链大王 身价资产都是天文数字 可小迪却觉得继承家也太无据 于是偷偷申请了巴黎的大学 她爹不停发信息过来 用顶级跑车和大豪宅有个女儿回国 没想到小迪还是不为所动 爱米丽看着眼前的闺蜜心里苦巴巴的 要知道她只剩一人到法国来 住在最便宜的公寓里 每天兢兢业业的打工 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罢了 哎 富豪们的精神世界 咱普通人确实get不到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爱电影的哈达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土俗土俗的美国女孩 勇闯时尚巴黎的故事 作为徒生徒长的石家哥人 爱米丽跟巴黎的口味 数十有些八字不合 为了填饱肚子 她特意从网上顶了一整香花生酱 家乡的味道飘檐过海 一个月后才送到 爱米丽兴奋的打开一看 跟花生三明治说拜拜吧 为了安慰失落的爱米丽 帅哥邻居亲自下厨 做了一顿法式家常菜 或许是颜值迷惑了魏魏 爱米丽突然觉得 发酸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生活上的不便解决了 工作上的不顺却没法规避 爱米丽夸张的穿着 过分自信的姿态 都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 拼命三娘的行事作风 更是激起了群愤 爱米丽吃饼 女上次最高兴了 爱米丽的职场生活 可谓是如履薄冰呀 还记得上集我们说到的 那位很有名的萧水大佬吗 他很欣赏爱米丽 点名要来做新品的营销 广告内容是这样的 让一位甚财火辣的模特 军身上下一丝不挂 穿过亚历神大三世桥 吸引沿途所有男士的目光 大佬对此非常满意 他认为女人最大的梦想 就是赢得意义性的认可 爱米丽听到这个话 鼻子都要气歪了 这是赤果果的性别急事好吗 大佬当众遭到质疑 面子挂不住了 当即下令全左停工 他倒要听听 这个美国妞有什么高见 爱米丽说了一大堆 什么平等拉尊重拉 大佬却只听出一件事 你说我是个老色鬼 他顿时拉下脸来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几周后成片完成 大佬依旧选择了 那个战时肉体的作品 爱米丽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好局限救国 提议将广告发到网上 让网友来投票 大佬一想 这也不是唯一种宣传手段吧 就同意了 正如爱米丽所料 这则广告在网络上 引发了巨大反响 同时打电话来报警 说品牌曝光度提高了200% 但相对应的 也有很多人骂我们 爱米丽一听就乐了 这又啥 黑红不也是红吗 销水营销很成功 大佬很高兴 特意给爱米丽准备了礼物 不过是有些性感的小衣服 女生子恰好是大佬的情妇 看到标签脸色大变 她本就瞧不上爱米丽 现在两人又成了情敌 薪酬加上了旧恨 都更得过意刁难 她说今晚要谈个大生意 让爱米丽负责预约餐厅 记住必须是米其林金级餐厅 要知道 爱米丽一家家打电话过去 不出所料 餐厅全都已经订满了 情急之下 她突然想起了一位救星 这天晚上 爱米丽将所有的客户 都引到了邻居工作的店 这里虽然很小 但却装修典雅 再加上邻居精湛的手艺 竟也把客户哄得开开心心 大case也谈得相当顺利 女上司是过来人 一眼就看出 邻居看爱米丽的眼神不清白 大半夜的 二话不说就赶来帮忙 肯定是对人家有好感嘛 要么说有些时候 美貌也是女人事业 发展的最强工具呀 这天 爱米丽又接了一个 全公司都没人愿意碰的案子 买床单 家方客户和年轻 收购了传统广告的套路 想要点新鲜的创业 这不正让爱米丽枪购上了吗 她在罗浮宫旁边搭了张床 再邀请路人上去睡觉 同时活用社交媒体 搞了一波打卡营销 听上去是荒诞了点 但网民不就爱看这个吗 爱米丽的策划案 帮客户多买了几万套床单 可以说是大成功了 接连几次的优异成绩 终于引来了顶级客户 一位殿堂级的服装大师 希望和爱米丽的公司合作 为即将到来的服装秀造势 工作听起来没啥挑战 真正不好搞的是这个大师本人 她在工作室接待了上司一行人 用轻蔑傲慢的眼神 一个个打量过去 看到爱米丽包商的配饰 瞬间火冒三丈 这是什么俗气的东西 也敢带来见我 这是对我的侮辱 大师非常恼火 单方面取消了合作扬长而去 女上司简直要气死 这可是自打她入行以来 最想合作的客户之一 居然被一个挂件搞砸了 她再也不允许爱米丽 参加任何决策会议 甚至当着全公司的面 隔了她营销总监的职务 不过爱米丽是何等人物 怎么可能坐以待毙 她很快就打听到 大师要在巴黎举办一场秀 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会场 这次她提前做了功课 穿得非常高贵优雅 她还是一如旧昂的大胆 直接冲进了大师的孙人包厢 最后不等屋里人反应 就是一顿道歉 那天带她个丑配饰 真不是因为瞧不起您 主要是高雅的奢侈品 我也买不起啊 巴黎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打工人 把全部存款都花在廉价的小配饰上 只是为了体验一天时尚女孩的生活 如果一个设计师 能把像我们这样的女孩 也改造成都市利人的话 才是真的有本事吧 大师显然被说动了 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她感受到了艾米丽的真诚 愿意再给他们公司一次机会 这次可不能失误了 得找条大腿抱一抱 艾米丽和美国金融会取得了联系 他们即将举行一场大型拍卖会 准备在社交媒体上全程直播 大师只需要拿出一条裙子参与拍卖 就相当于得到了免费广告位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起初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然而晚宴当天 模特却因为无机没能及时抵达 旧场如旧火 艾米丽只好硬着头皮顶上 幸亏大师的名声之前 拍卖会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裙子很快被炒到了天价 最终被一对新人设计师拿下 这俩人穿着奇怪的衣服 大摇大摆地走到台前 艾米丽刚要说祝贺词 这才是真正恨毒的影效 禁用一支游击枪就带货了一个品牌 怪异二人组的潮牌迅速在网络上作红 接口小小的门店此刻也排解了长龙 而艾米丽呢 她竟然登上了头版头条 冲了全巴黎的脚饼 然而更受打击的还是服装大师本人 她知道时尚不断发展 自己这种传统审美被淘汰是必然的 艾米丽鼓励她 时尚只是一种概念而已 无论有多少种营销手段 衣服最重要的依旧是好看 难道以你的才华 做不出又漂亮又前卫的时装吗 大师表示做不了一点 她直接打电话给主办方 取消了时装周的场地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每件衣服 得知此事女上司暴怒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艾米丽 非要搞什么拍卖 还邀请不三不四的人来 才导致大师受挫 要终止合作 艾米丽失落地回到工位 同事们却来安慰她 放心好了 在蛙里没有人会被开除的 因为光是离职手续 就得审批好几个月 只要你脸皮足够厚 每天都来办公室坐坐 你啊就能永远拥有这份工作 艾米丽已经惊人了 这么说我还有机会将功赎罪 她立刻赶到大师的工作室 准备再抹抹嘴皮子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来她上次说的话 大师全都听了进去 而后更是灵感大爆发 干制出了一条完全突破 以往风格的裙子 大师迫不及待地 向上新作品面试 可她已经没有场地了 该去哪里玩秀呢 艾米丽急忙排胸脯保证 交给我 都交给我 她每天加班到凌晨三点 杀死了无数脑细胞 总算搞出了一套方案 这天怪与二人组 要举办一场服装秀 现场来了很多媒体 都想报道时尚界的新兴 艾米丽却雇了一辆绿色大卡车 直接拦住了入场的大门 一群穿着鲜艳的模特 踏着最不及的步伐 驻现在了巴黎的街头 这场亮眼的大秀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落下了帷幕 大事终于扳回一局 也赢回了自己的名声 经过此事 你上次不再提炒鱿鱼那茬了 她生平第一次坦白地承认 艾米丽确实很有能力 不过经验实在坚决 开玩笑 艾米丽可是天生的女强人 根本没在怕的 以上就是艾米丽在巴黎 第一季的全部内容了 从备受贤弃的美国独妞 到晚中瞩目的职赏丽人 艾米丽凭借着聪明和胆识 终于在巴黎站稳了脚跟 哦对了 在如此浪漫的城市生活 怎么烧得了甜美的爱情呢 接下来阿旦还会专门说一期视频 好好讲讲艾米丽在巴黎的艳语室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来看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拜拜